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在中国,只要一提到俄罗斯人,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的是战斗民族,骁勇,好战之类的标签。 其实只要追溯到俄罗斯人祖先东斯拉夫人身上,就会发现这个民族在最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 早年,他们游荡在东欧平原地带,半农耕,半游牧,过着得过且过的士族部落生活。 社会发展进程,明显慢于欧洲整体速度。 当年也正是因为东斯拉夫人在观念和能力上的滞后,导致在他们地盘上建立起的第一个公国,竟然都不是他们土著,而是纠占雀巢的北欧海盗维京人。 这些外来者一统治就是七百多年。 罗斯这个词本身也是维京人的一个别称,后来成了东斯拉夫地区第一个公国的名字。 我认识的一些俄罗斯人都很愿意声称自己的祖上是来自北欧的,而且是瑞典,不是芬兰。 可能这样说,不但意味着他们是纯正的欧洲人,而且还是曾经的权贵阶层。 维京人的血统对东斯拉夫人的改变,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那么显而易见。 毕竟大家都是欧罗巴人种,潜在的改变,也许还让温和懒散的东斯拉夫人的整体战斗力提升了一格。 在考古上显示11世纪金,莫斯科周边地区男性的母系基因来自斯拉夫,而父系基因有一半来自维京人的血统。 好在尽管在血统上东斯拉夫人失之半壁,但在文化上他们同化了入主自己家园的维京人,也算扳回了一局。 真正的基因考验来自于蒙古大军城区植入后的200多年统治。 关于现代俄罗斯人到底有没有,或有多少蒙古血统,一直有很多人在怀疑。 蒙古人曾在东斯拉夫地区狂播广洒下他们的基因,对他们来说,当地妇女已不再是为了享乐和示威,而是为了让他们生下有自己血统的孩子。 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生,一百多年以后,硬是活生生地给生出了一个民族,达达族,达达人中的一只。 根据DNA检测结果,大约有九成的俄罗斯人带有30%的蒙古基因。 与蒙古的混血,是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真正意义上的混血。 更加致命的是,蒙古这个源于东亚的黄种民族,与欧洲女子融合得很彻底。 120年后,一个庞大的,父亲是蒙古人,母亲是欧洲各族白人的新民族完全成熟。 这就是有着部分高加索人外貌的达达人。 达达人遍布东欧、南欧、中欧、西亚、中亚和北亚。 人数甚至超过了,自认为是纯种蒙古的瓦拉人。 另有一种言之凿凿的说法,来自俄罗斯遗传科学中心得出的研究结论。 俄罗斯跟亚洲蒙古基因完全重合在一起了。 当年跟俄罗斯混血的达达蒙古人,都变成现在的,带白人样子的。 俄罗斯的遗传基因中,亚洲的或乌兰尔山以东的人种遗传基因占据不小比例。 看着满街亚洲痕迹明显的俄罗斯人脸,这一说法貌似非常站得住抬脚。 俄罗斯人面部起伏,的确比欧洲人更平缓。 其实是更容易好看,至少是更符合亚洲审美。 参见好莱坞有俄裔血统的小李和哈里森福特。 葛东诺夫王朝的建立者在受洗前就是达达人。 她的妹妹伊莲娜差点有机会成为俄国第一位女沙皇。 她也是俄国首位沙皇伊凡斯氏的儿媳,并生下了米哈伊尔。 俄国沙皇制度下总共有六位蒙古血统的皇后。 由此可见,沙皇家族中的达达血统渊源。 列宁的奶奶就是卡尔梅克人。 说卡尔梅克人,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。 但当年率蒙古土尔沪特部东归的沃巴西,就有很多人听说过, 当年沃巴西率领十七八万人,不远万里东归故土中国,还获得了乾隆帝的友好接待。 而当时没有来得及跟着沃巴西走的土尔沪特一部分人,则一直留在了俄国境内。 他们后来被称为卡尔梅克人。 直到现在,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一个卡尔梅克共和国。 被称为沙俄第一名将的库图佐夫、苏联元帅、铁木新歌,乃至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。 这些名人也都具有蒙古血统。 不仅仅是王室贵族或政治人物,很多久复盛民的俄罗斯科学家也有蒙古人的血统。 其中最出名的是发表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门杰列夫。 出生于西伯利亚的他,母亲就有蒙古族血统。 因提出了条件反社学说,而被广大青少年熟知的生理学家巴普洛夫,同样也有蒙古血统。 欧洲邻居更愿意相信的,也是撕开一个俄国人,你会看到一个哒哒蒙古人。 意思就是讽刺俄国人生性好斗,那是继承自蒙古人的基因。 所以俄国人也被西方人心有余悸地称为白色蒙古人。 西欧人不待见俄罗斯人的主要原因之一,恰恰与俄罗斯族的血统有关。 西欧各国几乎都是日尔曼人的后裔,至少父系都是日尔曼人。 包括英国这样的岛国,父系也都是日尔曼一部。 而俄罗斯人和欧洲各国都有区别。 西欧各国人与俄罗斯人的血统关系,就如同东亚黄众人与中亚黄众人的关系。 传统欧洲人在早年北欧血统植入的年代,就不太看得上封闭落后的东斯拉夫小国。 在他忽然急剧扩张成地跨欧亚的大国之后,这种看不上又混杂了畏惧,更增加了排斥的成分。 就像贵族看不上爆发户一样,你地儿大怎么了,还不是赶不上我们的文明? 不管俄罗斯怎样奋起直追欧洲的科技文化,欧洲都一直坚持认为,俄罗斯从来不属于欧洲。 因为他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。 他们没参加过十字军东征,文艺复兴,宗教改革,新世界的发现,以及法国大革命,都未对其产生过影响。 甚至,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,在欧洲看来,都不过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政体,而不是为了追随西方文明。 俄罗斯的部分史学家认为,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,使俄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。 在俄罗斯心目中,自己一直是欧洲的一员,尽管被蒙古霸占两百多年,还是一直心向欧洲,千辛万苦摆脱了蒙古的奴役,回欧洲还是投奔无门。 可在欧洲人眼里,东斯拉夫人以前,或许还是跟他们扒杆子能打到一点的。 他们不愿意认得远方穷亲戚,到了蒙古统治之后,俄罗斯已经是欧洲人假想中,蒙古人的借壳黄魂。 要不,怎么以前平庸本分的东斯拉夫人,一下变得野蛮而具有侵略性? 一定是蒙古人隐藏在白人的表皮下,企图重新称霸世界。 一直被欧洲人看作是亚洲人,又被亚洲人看作是欧洲人的俄罗斯人,好像也被自己的身份搞精分了。 一边高唱着对欧洲的相仇,一边好像也不耽误对好战扩张的蒙古精英的强化。 多年欧洲认清无门,已让俄罗斯意识到,无论自己采取怎样的姿态,只要是俄罗斯存在,欧洲人就对他不放心。 而成为让人放心的俄罗斯融入欧洲,大概是永远难以完成的使命了吧。